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科技部智慧机械永续创新成果奖活动会场 欢迎科技部工程师李志鹏司长 上台为今天的活动揭开序幕 欢迎司长 科技部在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 我们可以是说从上中下游 它是整体连贯的来推动 这个建树非常多 我们是在厚植我们相关领域的研发能量 并培养人才 直到中游 我们会推出很多相关的专案 这些专案我们是针对产业的技术缺口 我们来提出相关的专案 在台南沙伦智慧绿能科学城的西区 这个西区主要是由科技部来主折 科技部希望能够在那边建构一个 资安以及智慧科技研发的专区 自年多来我们医科中心就很荣幸可以参与 就是关于这个感测器相关的计划 这个机器人计划也进来 还有这个工具机的控制器的计划也进来 然后到去年资安的计划也进来 其实各位仔细看看这整个眼镜 这整个演化 其实代表我们科技部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眼光 怎么说呢 其实这整个演化过程就是机械产业的数位化 就是说你当你听到机器人这个名词的时候呢 你心中会有什么样的形象 如果要你用两三句话来跟别人讲说 什么是机器人 你会怎么说 你会怎么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我是陈毅科技的总经理杨之一 那我们这次展出的主题主要是3.5公里级的远距离红外线探照灯 那陈毅科技自2004年成立以来 用固体的发光元件 然后来从事一些粒机型的运用 熟悉的领域包含有形式鉴定、医疗研究 那以及在半导体的运用等等 那这次的主题是在远距离的红外线的照明 这一个产品的运用,那以目前的时事来看的话 譬如说像最近所发生的交罚偷渡的这个问题 海防就可以使用这样子的系统 能够观察到犯罪行为的发生并且防止它 那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展位参观 然后给我们批评指教,谢谢 大家好,我是奇异医店的创办人 也是现任的执行长李维忠 奇异医店成立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五年 我们致力于智慧医疗跟远距医疗的系统的建立 我们协助医疗团队能够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找到real world evidence 那能够突破以前的白袍恐惧症 我们利用一个自己发展的穿戴式装置 让使用者可以随时随地 获得自己最重要的几个生理资讯 包含了心电图,包含了呼吸率 包含了体表温度以及它的动作捕捉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系统可以在云端 透过及时的运算 让远端的医疗团队可以随时随地 观测使用者的健康情况 那这个系统也能够非常有效地 在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透过远距医疗的手法 可以控制疫情的扩散 那这个技术在现在的防疫的期间 也能够发挥非常大的效果 很荣幸这一次被科技部MLST 所邀请来这边展出 那我这边要代表的是正美企业 那我是塞门过散人 正美的话最早是由水果标签所起家 到目前的日化产品 以及一些ICT的产品 服务目前全球前500大的客户 那我们今天所展出的话 是一个环境气体监控的一个系统 那我们的团队有正美同仁 另外还有清大的电机器 以及四创科技 那我们这边在去年底 很感谢在众议院的采纳 我们也建制了一个这个系统 然后监控在停车场的一个环境 对 然后希望说在这次的展出 能有比较多的回想与回应 谢谢 我们是达明机器人 全世界市战率第二的台湾品牌 我们专门做斜作型的机械手臂 因为我们的手臂具有很高的安全性 所以很适合学生来开发新的智慧技术 像是交大利用我们的手臂搭载3D相机 借用ROS去开发新的手臂避障的技术 因为我们是台湾的品牌 所以不管是维修售后甚至教学 我们都可以提供在地的全面的服务 让我们业界和学界一起合作 为台湾创造新的竞争力 我是原台精密科技的建副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一些影像量测的应用 我们公司的话是台湾公司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在台湾制造 包括我们的组合 我们的软体 我们的电控 全部都是我们公司自己独立运作的 我们有做蛮多客制化的机台 我们的机型主要应用的话 是像我们在制程上面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量测的方式 得到一些变化量 将这些变化量呈现之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该怎么修正我们的制程 谢谢大家 我们是台湾传逆科技 我们主要是以应变技为核心技术 来设计出各行各业所需要的力量感测器 我们现在最新发表的是六轴的力量感测器 所谓的六轴就是SYZ三轴 加上这三轴的扭力来构成六轴的力量感测器 主要是用于机械手臂上面的抛光研磨 及设备的组装各方面的应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